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巴基斯坦一名男子日前与好友一同欢庆他的21岁生日时,朋友们替他准备了一个蛋糕,上头也点燃的烟火取代蜡烛,为了恶搞受心,好友们对他喷洒雪炮,雪炮穿越点燃的烟火,男子的头就这么着火了。 根据每日邮报报道,巴基斯坦男子米蒙,Fayas Ali Mann们,本月27日在好友帮他举办的派对上欢庆21岁生日,好友们替他在蛋糕上插着一支点燃的烟火充当蜡烛,大伙祝他生日快乐的同时,也对米蒙喷洒派对泡沫,不料他们用的是可燃的雪花泡沫,泡沫穿越烟火,喷出的火花, 让寿星的头瞬间着火,大家看见寿星着火,立刻对米蒙头部猛拍,成功将火势扑灭,米蒙随后被送往医院治疗,索性脖子,耳朵与脸部都只有轻微烧烫伤,米蒙认为这是一辈子都难忘的生日派对,米蒙的朋友则想借此意外教育其他人不使用这些东西,因此将影片放上网络,相关影音